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从这个故事它是在讲小朋友回到他外婆家 然后外婆要带他们去台南的点心街 其实也不能叫点心街 就是好吃的地方去回味他妈妈小时候的一些回忆 这一天小三因为睡在外婆家 那个榻榻米太舒服了 睡到这个时钟 敲了五声 她还是窝在她的棉被还有那个暖暖的 有那个稻草香的榻榻米的床上睡 妈妈等不及了就催着他们说 快起床先去天宫庙拜拜 再去吃早点 如果太晚去了你就吃不下喔 这时候小三和小贤呢 听到了就赶快从被窝里面爬起来咯 清洗他们的那个什么 就是刷牙啦洗脸啦通通做好了之后呢 外婆还有那个妈妈呢 带着他们两个就去这个圆环边的店家 开始搜寻回味他妈妈小时候的一些好吃的东西了 刚开始的时候呢 外婆带他们到这个圆环的摊子 有好多喔 有什么这个卖牛肉汤的啦 还有呢好多的丝木鱼啦 还有鱼肠的 这时候妈妈就叫了 三碗丝木鱼粥 一份鱼肠三支油条耶 这时候老板就出菜咯 锅铲跟盘子咔啦咔啦的 这个什么敲击声 再加上老板的摇货声 真是热闹得不得了 热闹得不得了 台南人呢的早餐到底吃什么 为什么妈妈跟外婆这么早都把我们叫起来呢 阿嬷说啊 台南人很好命的 早上可以吃到菜掌 肉掌 咸咸咸 五碗汤这款烘烘的早餐耶 你看这么多呢 有这个湿木鱼肚啦 湿木鱼头啦 这个还有什么 你们还有看到什么 哦油条 然后呢你看小三端了一碗耶 在这里 哇他的脸啊 表现的一副怎样 快把那碗都吃掉的感觉 好这时候呢 他们都叫了这些菜啦 油条啦 还有呢这个 这个咸粥 妈妈呢吃了这个 拿了一碗鲜鱼汤 然后呢那个脸上啊 你看看像小孩般的幸福啊 然后他就跟小三啊 跟小咸说 来你们两个也尝一尝 这时候哥哥呢 喝下去 哇好好吃哦 好好喝哦 当哥哥呢 想要把最后一口喝掉的时候 阿嬷说 稍等一堆 台南人呢 会流上味一嘴汤 用心感受 才有对人客心意 什么意思啊 小三说 阿嬷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师傅呢 厨师啦 用新鲜的食材啊 做出这个汤 即使吃到最后一口 也是怎样 鲜美无比 代表这个呢 鲜鱼汤 你怎么吃都是好喝 但是呢要感恩一下 帮我们做的师傅 这个时候阿嬷也讲出 台南人对那个厨师的一个感恩 然后呢 他们吃完了那些之后呢 讲说阿嬷就讲了 吃饭啊 咱先来去买名材 阿嬷要做十六岁的 红枯跟点心 阿嬷带我们走进圆环边 一间小小的老店 妈妈对我说 你看这些是拜拜用的 三色糖 三色糖 玛瑙 还有 龟子饼 全部都是我小时候 爱吃的点心耶 每一次回台南啦 妈妈就好像回到她小时候一样 牵着外婆的手 然后呢 这个露出一副 非常幸福的感觉 她会回到她小时候的感觉 这时候呢 买完了点心 阿嬷说 我们来去担菜市的 所在家博 顺便买拜七娘 卖的 胭子水粉 因为呢 阿嬷要过十六岁啦 所以呢 阿嬷就说我们顺便去买 然后呢 这个西门市场呢 原来是一个大菜市 那呢 这个地方呢 这个大菜市旁边呢 还有戏院 那看完戏的人呢 进戏院前或是擅长之后呢 都会在附近呢 吃点心 尤其是呢 妈妈呢 想起小时候她也是这样 她的 边走边说的 小时候啊 她如果看完电影 那个阿嬷就会带她去 旁边的那个些店家吃 又开始讲述 然后呢 小贤跟小三其实呢 很期待 走进弯弯曲曲的小巷道 这个小贤跟小三呢 正在这里 看一下 橱柜上面摆的东西的时候 阿嬷就会呢 阿嬷就讲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去吃个台南 1等1 1.1 No.1的点心 这时候小贤跟小三 又非常的期待了 到底什么是 1等1的点心呢 哇 看到这一锅是台南很有名的 小卷米粉 你看这个小卷一圈一圈的 很像我们小时候在吹那个泡泡 这样吹上去一圈一圈的感觉 好大的锅子 煮着这热腾人的小卷米粉 非常有名 只要是来台南的观光客 都会指名要吃这一个 他那个小卷又肥又脆 然后香喷喷的这个海鲜汤是老板很用心的去熬 为什么台南的点心都只做一样呢 其实呢小卷呢觉得很怪 我们去很多店啊 台北的店啊 或是其他县市的店都一个店面 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或是点心也很多卖很多 为什么台南的点心摊都卖一一样东西呢 哥哥觉得很奇怪 这时候阿嬷讲了 阿嬷又在讲 料好刚实在是台南人做点心的态度 全身做一项点心才会做出最好的东西 阿嬷也讲了 台南人真的是很有良心的在做点心 妈妈也说像这个巷子 刚刚那个巷子里面也有卖红茶 而且那个卖红茶的老板也只卖一个红茶 而且不加料一卖就卖了60年 真的一卖就卖60 你看小三拿着这个红茶喝的这么开心 然后呢真的是一副很满足的样子 他们吃的那个小卷米粉 真的是太香了 那走出大菜市场呢 他们来到妈妈以前最喜欢看的一个功夫秀 就是表演的 不是那种像那个艺文 那个什么演艺厅的那种表演 它是那个炉上 就是那个火炉上的功夫 他说妈妈就说我带你们去看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功夫秀 他们来到这里 你看看小三的表情非常的惊讶 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呢 这个是卖那个扇鱼的 其实他那个老板 炒这一锅扇鱼炒出来 真的是比你过那个斑马线的时间还要快 27秒就可以炒上一锅 这个真的是27秒快炒 然后百年老店的扇鱼 扇鱼店 这个是老板独家功夫 27秒你走走看 你从那个红绿灯的这一头 绿灯的这一头马路的这一头走过来 至少那个小绿人啊 小巨人也小绿人也都是一分钟要 他27秒就炒了一盘 可见得多厉害 而且你看这个老板独特的表情 然后这个火猴有够吧 你看他们很惊讶 妈妈的表情又是怎样 回到他小时候那种感觉 太美了 他就把他的那个什么 小时候看到的都介绍给他的小孩 这时候吃完了喝饱了 就是觉得我们应该到一个地方去休息 可是休息呢 其实台南每一个地方 你只要定下来都还是有 很好吃的点心 好他们来到哪里啊 他们慢慢走走到孔庙的大龙树下 然后在这里休息 可是这时候他们还吃了小小的点心 当然有什么水晶饺肉包 因为那个肉包很有嚼劲 应该是水晶饺很有嚼劲 肉包吃起来又香喷喷的 可是这个阿嬷又给他们一盘 这个番茄 这个番茄的吃法很特别喔 什么特别法 我们番茄都大概就是这样吃对不对 阿嬷跟他们说你番茄要怎么吃 要有一盘这个蘸料 蘸料里面放了什么 有生姜 甘草粉 白糖和酱油膏 各位这个碧环妈妈吃过 真的我刚吃的觉得哪有人这样吃法 真的怪 甜的又鹼的 很奇怪 可是真的蘸了之后 它有生姜的那个姜汁 真的超棒的 这一道的点心爽口 然后又让你回味无穷 他说阿嬷讲这么多的蘸料 这种台南的煮味 你吃过一次 你就没办法放不下 果然 我也吃很多次 好 那他们吃完呢 在这个孔庙的大龙树下 休息完了又往前走了 好走到哪里 走到这个中正路上 然后呢 有一股香香的味道 肚子又压了 然后呢妈妈说来台南最适合用走的 走进这种弯弯曲曲的小巷道里面 你就可以找到那美食 然后随时就会有香喷喷的那种 点心的那种人家那种味道 不管是烘焙的啦 是那个熟食或是那种点心 就是面包之类 反正就是让你觉得 你真的想要那巷子 一直走一直走的感觉 好这时候呢 有看到这个老板 什么这样的老板 蛋纸面的师傅正在这个炉灶前 你有发现吗 来这个老板的 主的这个位置呢 跟客人的位置其实是一样高 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杜小月 为什么叫杜小月呢 因为呢这个老板呢 他以前是捕鱼的 那呢刚好呢碰到台风的时候 又不能出船出海嘛 船又不能出去 所以呢他就用那个蛋纸 以前呢用两个那个扁蛋 然后呢挑着就到处去卖面了 所以那个叫做蛋纸面 那后来呢因为这个时段呢 他们又没有出海去赚钱 所以呢就利用这样的时间来贴补家用 结果呢就有叫个杜小月 豆小月就是淡季啦 所以呢一吃 而且呢吃这个蛋纸面有一个诀窍 上面放肉燥 你要把那个肉燥要吃之前在面上拌一拌 哇那超香的啊拌一拌 然后呢还要怎样一边吃那个面 还要一边那个有汤可以配 结果呢你吃完之后 连你的这个牙齿就原来那个肉燥的味道 超香的 你看看这个小三吃到嘴巴都拘起来了 拘起来了哇太香了 还都冒烟 哇这个杜小月其实很有名 在台南 然后走呢吃完之后肚子也有一点饱了 开始散步啦 他们来到哪里 哇走到那个赤坎楼的时候 他发现呢小三发现了好多的庙 而且庙口还有很多点心摊 又是点心 最吸引小三的是一个飘那个什么 做那个应该叫做糖香的小炉子 然后呢可以在里面煮 这里看不到在这里 好他有一个勺子 然后呢上面放糖 然后呢在这里慢慢的煮 然后糖就会怎样 慢慢因为他糖会怎样 要加一些粉 就是这个锅子里面会加一些粉 然后糖 然后呢慢慢煮慢慢煮 它就会膨胀 然后呢其实这个呢 要做到变成那种碰糖 不容易啦 阿嬷有讲喔 阿嬷说不容易 老板也笑着说 做碰糖要真功夫啦 真功夫 没那么简单啦 没那么简单 因为他有的还碰不起来了 还有呢卖这个冬瓜茶的小店呢 这个以前啊在那个戏院的时候都 就摆一个大大的那个什么 一大大厂烫 那里面都是什么 薄荷像冬瓜茶 一罐两个人 两脚 现在哪有两脚啊 现在你随便买一瓶都要怎样 10块钱啊 而且呢他是真材实料的 所以阿嬷跟妈妈都怎样 回味无穷 真材实料的东西让人家怎样 这个回味无穷 那呢他们又沿着这一条路走走走走走 其实那条路有好多的点心 好多的美食 他们沿着那一条路走啦 就看到一家老饼铺 百年内 好一百年的 阿嬷说师父 给他一款的那种月来扁 月来扁 那个叫做人家坐月子的 妈妈产妇生小孩要坐月子 这个是在台南也很有名 他这个叫做月来扁 然后呢 他也是碰碰的 然后呢 那时候因为一般的人民钱 没有很多钱 就是没有很富裕 所以会用这样来帮产妇 就是生完小孩的妈妈 要补身体嘛 所以他说 以前的男人生小孩做过来 做过来的时候 把旁边搖一坑 打一碗两个 加烟烟干 跟麻油做火煎 这项最薄 就是因为他有麻油 还有龙眼干 这些都是对那个什么 我们的身体很好 所以这是 没有钱人的 没钱人的吃法 哇 阿嬷这么讲又开始觉得 这种又是只有台南油而已 其他都没有 这个叫做碰拼过来拼 听阿嬷讲完 阿嬷讲完这个月内饼外来拼 妈妈就想起小时候 吃过一种卤面 我们吃的大卤面 不是把什么 有有有 来来大卤面 里面有好多的 那个什么 食材 然后呢 这个妈妈就说 她小时候吃的大卤面 其实这个也是师傅他很用心的 然后呢 最喜欢怎样 因为他们这个是当时 有喜欢 就是亲戚有办喜事的时候 大家坐在一起 点心的 就吃点心的感觉 那妈妈就想说 原来卤面不是点心而已 是怎样 串起一家人 因为他们就是 因为办喜事 有很多帮忙的人 然后大家趁有空的时间 怎样 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吃 虽然大卤面里面 加了很多的东西 可是呢 这个的感觉就是怎样 相关的人 然后帮忙的人一起 或是家庭的人 一起在一起吃饭的 那种团结的那种用意 就像我们过年 吃团圆饭那种感觉 这个大卤面里面 什么料都有 超好吃的 这个也是超好吃的 好 然后呢 大卤面好像也闻过吃过了 那来到小巷子 看到不一样台南 经过水仙宫的时候 不一样的台南 现在是不一样了 走到庙宇 妈妈说这里是以前 也是做那个什么 商人的一个 船运很兴隆的时候 然后呢 会保佑这一些人 驾尊人 就是行船 那个船上 商人的一些什么 平安 所以庙口也会有一些什么 点心摊 然后呢 这是多到你数不完 然后小三跟哥哥 正在怎样 看着这个巷子的 那个有名的什么 有刮包啦 碗粿啦 米糕啦 手工豆花跟蚵仔煎 真想怎样 全部鲍鱼粉 可是呢 他们呢 当然不可能啦 肚子就这么大 你只能吃多少 他们呢 慢慢走走到很安静的神龙街 其实还是有很多看头的 听阿嬷说以前这个五条岗 码头的童工呢 不管怎么辛苦呢 一定要怎样 船拉到商家卸货 就是到老板那个地方吃 到那个店家之后 把货卸下来之后 他们怎样 才可以这样休息 然后到了16岁 才能领到大人给他们的怎样 工钱 所以那时候你看 其实这个图画的就是 当时的那个童工都是这样做 要到16岁 16岁代表是成年 哇 所以那个小三跟小嫌 应该是很幸福 老街上也开始这样 天黑了 他们从早上5点 逛逛逛逛逛逛 慢慢的天黑了 妈妈说 数一数篮子里面的东西 嗯 看看 好 名字的东西都看好了 他看一看都好了 可是呢 还要去买一个特别的礼 什么叫特别的礼 他说要买一个特别的16岁茶 做16岁的茶 妈妈带我们到一家百年茶行 然后跟老板说要买这个包种茶 而且这个还特别 这个包种茶 特别 是什么 成年礼茶 有盖他们店家的茶 所以他们剩最后一个 因为他们说都看得差不多 妈妈说差不多了 就剩这个 叫做16岁茶 而且这一家老店 有特别的包装 叫做成年礼茶 盖他们自己的 别家没有的 好 这个东西都买好了 隔天一早 这个小贤跟小三 他们就这样去到开隆宫 要做16岁 很盛大的一个仪式 桌上摆了好多他们昨天买回来的点心 然后哥哥穿上这个状元服 然后钻过这一个妻娘妈的亭子 就是有一个那个亭子 然后从那边钻过来 然后这时候要讲一下就 阿嬷很虔诚的拜了拜 因为金孙嘛 然后他们就把一些东西 他那个小贤 小贤哥哥带了16年的香火袋 然后放到香炉里面烧掉 还给七娘妈就是七娘妈 然后就是已经有跟他说 谢谢他保佑他 一直到16岁长大了 所以阿嬷很高兴的说 等一下我们来去饭店饭桌 就是共亿阿嬷重大了 他钻过这个已经代表是怎样 成年了 好当然小贤他身上也带了香火袋 他看着那个七娘妈的香火袋 然后他也很期待自己16岁的时候 那一天来临 然后也可以回到台南吃点心 然后也可以让怎样 小三再尝一尝那种 阿嬷介绍的妈妈介绍那些点心 然后幸福的味道 那种甘甘甜甜的滋味 真的让人觉得台南人真是好命啊 又好幸福 所以16年16岁的这个成年 你对他们对台南人的小孩来讲 是一个很重大的仪式 好今天我的台南吃点心 您敢吃饭 我想应该吃饭的 这个台南吃点心的故事 我就说到这里 咱会回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